日本政府表示 北韓31号上午发射的疑似弹道飞弹的物体 在侦测到北韩发射的物体后 日本政府对冲绳线发布了警报 呼吁民众进行避难 一直到确定不会经过后落在日本后 才解除了警报 而美日韩三国负责北韩事务的高层官员 之后也举行了电话会议 表示会密切合作 并持续关注后续的事态发展 另外一方面南韩政府则是研判 北韩发射的一枚搭载卫星的太空飞行器 而南韩首尔市的居民 31号上午也接到了市政府发布的防空警报 提起民众们准备疏散 然而就在几分钟后 又收到了中央政府行政安全部的讯息 表示先前的通知是误报 使得民众一度陷入混乱 南韩军方后来指出 北韩这次的发射任务失败了 并公布了这项物体的坠落地点和照片 强调会对北韩保持高度警惕 而南韩国安会也将北韩这次 射卫星的行为定调为长城弹道飞弹挑衅 并予以强烈的谴责 北韩官方31号也罕见的承认失败 表示这次由千里马一号火箭 搭载一枚军事侦察卫星的任务 因为二级发动机出现异常而坠毁 北韩当局还表示 很快就会进行第二次的发射 新唐人雅士电视 这千里李毅宏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